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为您独家录制的武侠小说龙蛇演绎 作者梦露神机 播讲周弘扬 第六十二集 王超和叶玄上擂台要分生死 廖俊华面色出奇的凝重 打了个手势 身边的人立刻领路 把王超带了下去 这个巨大的地下搏击场地 今天是人员报晚 东三省有无数的圈内人士 小道消息十分灵通 一早就听说昨天晚上的日本天才少年舞蹈高手横扫地下格斗场打死了五名汉勇拳手的消息 这本来就是轰动性的新闻 自然影的无数圈内的人士观看今天的比赛 就在叶玄一招就打死了比克洛夫的同时 在场的千百人都发出了倒抽冷气的惊叹声音 战斗结束后都纷纷交头接耳 这个日本青天好厉害呀 这次明显是来扫场子的 不知道廖总怎么应付 当然是出钱人灾 再不就是过后打黑枪 不过这样太丢脸了吧 那可说不就好 你们看看 哪个不是廖总吗 他旁边的人那个是 好像是广东有名的权兽大师 广东三虎载军 莫非是他要下来打类 大概是吧 没准 这时有熟悉的大老板已经认出了廖俊华身旁的带军 一个个都张着一张激动的脸准备看好些了 与此同时 王超已经走入了格斗场地 这个场地就是个篮球场大小的水泥瓶子 中间就是一个高一米的水泥台子 没有护栏 也没有地毯 清灰色的水泥地面 有许许多多暗红色的斑点和调痕 那显然是经过无数次格斗流下来的血迹沉淀 这个简陆的场地跟四面豪华的看台截然不同 但是两者对比却表达出了与众不同的效果 这一切的布置都显露出了粗犷野蛮赤裸裸的格斗 搏杀和欲望 就在王超走进格斗场地的时候 坐在远处看台上的柳生情子突然一认 立刻就认出了这个打败张威的高手 叶宣军 他就是打败张威的高手 也是打败工程家工程版人的那个 是商会教你挑战的下一个对象 你一定要战胜他 柳生情子是高声大喊 但是因为用的是日语 在场的九成观众都没听懂 在他们看来 只是一个日本女子战身起来用力嘶喊 王超早就看到了柳生情子 但并没有被他的叫声所影响 只是把目光盯住了夜悬 仿佛是盯住了猎物的雄鹰 一刹那 周围所有的声音环境色调 全部消失的一干二净 王超的全部精神 眼睛耳朵里就只剩下夜悬 这个敌人 你就是打败张威 暗算工程版神的那个舞者 在王超一进来 夜悬的目光已经盯在他身上了 等听到柳生情子的呼喊 夜悬的目光刹那 便变得无比凌厉 夜悬相貌不错 鼻梁稍微高挺 眉毛如见 眼如星辰 无关端正 身高一米七左右 全身骨骼匀秤 站在那里 无论是身体还是气质 都给人一种完美的意境 他随身携带的木剑 并没有带进搏击场地 两手空空 自然下垂 全身的毛孔受到王超敌意的刺激 如金铁绿豆一般凸起 显然他是个内家高手 王超脚步踮起 脊椎如龙 躬身一弹 一下就上了水泥台子 这个水泥台子 有五六个乒乓球台并排那么大 夜悬站在台子中央 王超站在边缘 两人相隔约有五米 听到夜悬的问话 王超并没有说话 只是一点头 夜悬慢悠悠的 皮肤虽然隆起 但是神情轻松 说话之间就跟朋友谈心似的 透露出宁静的气息 他的中文十分标准 字正相缘 传入王超的耳朵 十分清晰明白 看你蹦上来的姿势是龙形 身法如龙 练的应该是行义拳术 我自幼修习北辰一刀流剑术 百刃瀑布 以剑抽刀断水 民国三年 我北辰留一位高手 以此剑术 击败中华武士会 行义剑术大师 好恩光 而今 我将以剑化拳 不知 你是否能抵挡 在日本武术 比武之前 要先斗口 用来瓦解敌人的心神意志 然后一战而胜 这是很古老的规矩 叶璇说出了当年北辰流 日本剑斗高手 击败行义大师好恩光的事情 也是要瓦解王超的心神 王超却不理会叶璇的斗口 就在对方的话音 未落了刹那关头 一声大吼 就把对方的声音 生生的结断 动手了 随之而起的 就是王超的虎形 踢进 出手带风 伴随着沉闷的虎吼 筋骨齐鸣 哗一声 就直气而去 王超事先是动了杀心 出手不再保留 直接就以最为凌厉的气势 和磅礴的身形动作 一扑而至 叶璇猛的一下 被王超打断了话 气息一下不调 随后就觉眼前一黑 对方便如恶虎扑扬一般 就落了下来 心中一领 直到这斗口不成 反被对方占了心急 不过他毕竟是天才人物 当机立断 脚步发劲 身形如蛇 波草入血 刷 一下凭空 后窜了三米 一脚踏空 整个身体竟钻到了水泥台子下面 他竟然利用地形躲避开了王超的刚猛一通 王超也没料到对方竟然一下子蹿落擂台 恰好躲过了自己这一击和后面连番变化的招数 他这一击本来是抢占了先机的 先是一声巨吼 打断了对方的话头 使对方气息不调 然后用虎形踢击 只要对方稍微低档 便立刻用鹰爪 鹰丝 鹰扯的变化施展出来 但 这对方一下窜到台下 却瓦解了他后面的变化 就在王超这一扑刚刚要扑到擂台边缘 披了个空正要下跃追击的时候 突然 一条人影如魔鬼一般从擂台下方便升横而起 此人 正是叶玄 他这一瞬间 盘梭在擂台之下 等到王超扑击的招式到老的一刻 立刻畅身崩起 一手护脑 一手五指如叉 准确的插向了王超的双眼 这一招 狠辣 阴毒 如蛇盘梭 如龙升天 又化为二龙抢猪 借助擂台下方的角落 是把环境都利用到了极致 王超 知觉的是进风扑面 眼睛被刺得剧痛 连忙双眼一臂 耳朵连动 手臂伸长 向下一个鸭劈 正和叶玄插眼珠的双手撞在了一起 可叶玄 豁然一变 两指如钩 内扣向王超的肘关节内部的麻筋 王超肘关节皮肤一动 便知道叶玄指关节力量巨大 并不逊色于自己 若是真给勾中了麻筋 就算是对方不用按紧 自己也受不了啊 肯定得落个麻筋被掐断的下场 随后 手臂一抖 就如抖大青 一松一软 肘关节毛孔式一开一闭 按紧拨发 一下便震荡上叶玄的手指 叶玄也感到王超是按进勃发 手指内勾的姿势立刻停了下来 五指猛的伸开 并拢如舌头 顺着王超的手臂一游而上 便戳向了王超的经文节 这一连串的缩身 弹身 插眼 内勾 戳肩 叶玄使起来 是浑然天成 进风鼓荡 威力 灵力 招招杀人 实在不愧是天才少年武术家 王超是膀子连水 双脚连连后退 躲避开叶玄的攻势 这一回合的较量 王超是攻势受阻 反被对方抢到了仙机 你纵然有天大的本事 在对方一连串的攻击之下 也不得不后退避开 缓过气息 再抢上风 但是 叶玄怎么能让王超又抢回仙机 知见他 并指如剑 身法如油龙 连连抢劲 一口气奔涌不息 叶玄的身法多变 两条手臂就宛如两口长剑 或挑 或崩 或批 或压 或点 或席 或脚 或抽 是朝朝震荡 筋骨齐鸣 隐隐之中 竟传来了风雷交加的声音 快捷如风 迅猛如雷 党者披靡 王超这一口气 竟被叶玄逼到了擂台边缘 丧失先机 却并不下跳 虽处下风 但他的心 却是越来越冷静了 空明到了极点 豁然间 只见王超拧腰 反身半旋 以肩膀对着叶玄的中线 一刹那间右臂内缩 手腕退到自己的胸孔 呼拉画了个圆 尽力一下 蓄积到了顶点 随着心脏一崩 马步上下起伏 手臂也如猛龙出洞 似长枪一样 直扎用筒 直接荡开了夜悬 两臂的剑势 便扎向了对方的胸口 王超的这一招 乃是龙蛇合击中的一事 回马轻 龙是马 蛇是轻 古代的盖世猛将 征战沙场 一匹马 一条杖二大枪 踹踏连营 枪头寒光触闪 鬼哭神嚎 是何等的威风和豪气 唐子晨的这事龙蛇合击 正是取自古代战场 厮杀的精髓 王超是权术大师 早在夜悬跳下擂台 然后蹦起反击的一刻 就已经知道 自己这一下失算 肯定是要遭到对方凶猛的攻击 于是在连连闪避后退之中 继续尽力 起伏身形 化下盘为奔马 知道最后这一雷马 就是致命的一枪 古代战场那惊心动魄 杀鸡四伏的精髓 尽在王超这一世 回马枪中演绎了出来 一马一枪 可以猎徒封将为王为侯 夜悬一下抢到上风 心中算计 王超肯定要退下擂台 只要在那一刹那 他的气势也会蓄积到顶点 如果王超就是跳下擂台 那夜悬必定会在那一秒 以手当剑 凌空跳斩 发出日本剑道中最为经典 最为灵力的迎风一刀 夜悬当年在瀑布下炼剑三年 从高处一跃而下 剑劈瀑布抽刀断水 威势猛烈 剑势笼罩四面八方 几乎是无可躲避的一击 这迎风一刀 只在最关键最有力的形势下 才会雷霆一击 平时是不能轻易施展的 因为人凌空跳起 破绽也会很多 但是只要王超落下擂台 那就是最好的机会 在前一刹那 夜悬几乎感到了胜利的曙光 已展现在自己的眼前 只是王超的这一招回马枪的发劲 就直接荡碎了他的曙光 夜悬皮肤敏感 自己的手臂一下被荡开 便已察觉到形势有变 心道一声好厉害 他的心智已磨练得坚韧无比 并不为胜利失去 而感到任何失望 心中也是越来越冷静 立刻兜回双手 按在胸前 酒停啊 砰的一声 王超手臂当枪 一下便在夜悬胸口上 硬拼了一击 这一招回马枪的发劲爆发巨大 而夜悬的迎风一刀劲还没发出来 自然就低了一头 于是连连后退 身体跃起便退到了擂台中央 王超终于是抢回了上风 王超踏步而上 又是一声唬吼 只见水泥台震荡 地面龟裂 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脚印 朱家在看台上 是浑身发抖 香汗淋漓 一口气为王超憋住 他的整颗心就跟着王超是起伏上下 也悬得牢高啊 廖哥 现在怎么样了 廖俊华 也是紧张得不得了 凶险 我 我也不知道啊 带军更是一言不发 闭上了嘴巴 此刻 朱家的心情竟紧张到了极点 只觉得一口气越憋越紧 心脏剧烈的跳动 看着擂台上和叶玄搏斗的王超 他的脑袋里面 突然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场面 于是便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朱家突然开口轻微的哼出声来 万里长城 永不倒 千里黄河 水滔滔 一首霍原甲的主题曲哼了出来 开始 朱家只是为了缓解自己紧张的心情 和配合脑袋里面想的经典的画面 但是不知道是现场的气氛感染还是别的情况 一瞬间 他身旁的人也被他的调子所吸引 不由自主的配合 和王超本来就是和日本武术家在搏斗 在配合上擂台上霍原甲那经典的形象 一分钟以后 巨大的声音便震慑了全场 开口叫吧 高声叫吧 这里是全国界兵 哪个人没有上午精神 哪个人没有热血沸腾的时候 柳生 秦子和十几个商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突然响起的巨大歌声令他们是面面相视 巨大的歌声震荡着整个比武场 而擂台上 王超正和叶玄打的是难解难分 王超虽然以一记回马枪又抢回了上风 但是叶玄使心神坚毅 无动不摇 双臂时而沉稳 时而轻盈飘闪 总是能化解王超凶猛的攻势 同时 叶玄也在等王超攻势缓解下来的那一刻 可就在此时 巨大的歌声震撼泪台 他自然也会传到王超的耳朵里 一瞬间 王超就觉得心神激昂 啊 哇 王超胸腔一起一扶 再次爆发出雷霆一般的虎吼 一连踏出八步 脚下的擂台水泥被踩裂 沙粒 崩起老高乱飞一片 王超抢身上前 劈圈刚猛爆裂 双臂轮开 劈的空气是啪啪作响 每一次劈机都如汽车爆了轮胎死 此刻 叶玄的脸色终于是微微变 这样凶猛的拳法 完全超越了王超刚才所表现出来的极限 啪啪啪啪啪 一连抵挡了王超 八下劈机 叶玄终于觉得气息浮躁 连忙又要跃下擂台 可就在这一刻 王超突然一个鹰爪便坐了上来 叶玄见死反抓 两个人的手立刻便交缠在一起 可王超却气势又增 精锐的鹰笑发出 两手骤然一撕一扯 正是雄鹰撕扯 叶玄就觉得自己的手臂突然被封开 整个关节肌肉韧带都被拉得剧烈疼痛 按进勃发 也被对方的按进所冲撞抵消 王超是手如钢钩撕扯 肩膀同时前击 来了一招老熊撞术 便撞到了叶玄的胸口 叶玄立刻被撞到了擂台之下 王超的这一招老熊撞术 知识一个试并没有用多大的尽力 因为他的雄形还没有练出神来 威力对付一般人还可以 但是却撞不死这个高手 叶玄早就把按进练到胸口 所以并没有受伤 只是身体被撞飞了而已 砰的一下 他被撞下擂台 骤然一个翻滚 就要悬身起来再战 但是王超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王超凌空一冲而下 整个人就仿佛是一匹纵腾起来的奔马 羊皮便狠狠的践踏下去 王超的这一世马行凌空践踏 是又快又猛 正好抓住了叶玄倒地起身的破绽 你饶视叶玄如何快捷的蹦起 但还是被王超一下子就踏在了他的右手之上 就听咔嚓一声 骨折断裂之声响起 就算叶玄的手臂坚硬如钢 也被王超这马行凌空践踏踩踩中 也是承受不起 当下他的右手连带望骨手挡 全部被王超一脚就踏进了水泥地中 是血肉模糊 好 全场迸发出一阵热烈的喝彩和掌声 好 好 好 叶玄被王超一下踏踹右手 脸上的痛苦神情之势一闪而过 瞬间又蹦了起来 一腿凌空撩出 是又快又狠 腿边抽击 力道足有千斤 哎 这叶玄居然没有失去战斗力 在这么巨大的疼痛 居然被他忍住了 可见这神经的坚韧 意志的坚韧 简直是罕见 只可惜 王超虽是一招得手 但却没有丝毫的放松 否则他这几鞭腿 没准就可以反败为胜也说不定 只见王超是骤然蹲伸 一缩刷的一下 成了猴子 正好躲过了叶玄的一腿 随后 豁然一下 王超左腿一撇便踹了出去 就听啊咔嚓 正中叶玄的小腿 这一下 又听到了骨折的声音 王超的这一招伸法 正是廖俊华最为拿手的猴形按腿 连番的两次中击 叶玄终于是倒在地上 可王超是丝毫不放松 他已经决定要赶尽杀绝 脚步又是一踏 便踏在了叶玄的胸脯之上 啊砰 可怜这个天才少年的胸骨一串断裂响起 眼神瞳孔散开 气息紊乱 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他的手死死的抓住了王超的腿 但是已经没有了力气 一句清楚的话 从他口中吐了出来 L.I. 我不是天才 最后是眼睛一闭 气绝 身亡 就这样 一代天才 是克死 他想 第六十二集 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